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帶隊到台北東區 稽查夜店酒吧防疫 竟然抓到一位民眾 還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就偷跑到夜店玩 但我們剛剛查到一個居檢的 他是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的 第三個期 所以他是不可以來公共場所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依法採取 現場被逮也別玩了 違規的民眾直接被衛生局 帶走後續依規定開罰 而苗栗這位30歲的 陳信男子也是一樣 還在居家檢疫期間 明明28號才出關 他25號就半夜溜出來 到銀行ATM領錢 違反居家檢疫規定第一次 我們通常會騎人摩托跟著你後面 那你如果半途跑掉 那你又再次違反 陳信男子一度想拜託遠景 不要通報 但防疫第一怎麼可能放水 遠景騎機車盯著他回家 遠景當時巡邏看到這名男子在ATM 領大量現金覺得可疑 懷疑是車手上前盤查 僅用小電腦一查 揪出他是居家檢疫民眾 從中國上海回國 卻違反防疫規定 不但要被送回集中檢疫所檢疫 還要負擔一天三千的住宿費 更要面臨最少十萬元罰金 像這樣居檢偷溜 不要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台中民政局說居家檢疫的民眾 手機會被列入防疫追蹤系統定位 溜出門馬上發告警訊息給警察 遠景會立刻去民眾家確認 但如果是故意不帶手機外出 想躲避定位 雖然無法第一時間被發現 但要是被鄰居檢舉或是遠景巡邏發現 將會重罰 華視新聞 雙版聯品心理 名威 吳少卿 台北苗栗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輔助頻道